有一個好處,還減少百萬 所以沒有吃飯的 沒有吃飯的好處 所以講師吃虧 沒有我吃虧 所以優先先喝一下 我們一順便 這個嘉義地區的演講 有一點壞處就是 常常很多人會知道 有很多人會提早到,那怎麼辦 就在提早到 沒有事情做 一般人想說,不然他就去看菜 賣菜 那還沒啦 提早到,不會買書 可是他提早到怎麼辦 今天不錯,有咖啡可以免費請你 然後有照神父可以跟你來對談 我是完場的 那等一下呢 遲到的,他就忘了 他就沒機會聽前面那一段 他就直接讓他 讓他進入單單一段 這樣而已 好吧,那這個就是今天的一個 那個熱身療養院的事情 想當年,我也是其中 一個經常去參加的人 但是我還不叫做青臉熱身 等一下可以 讓他們來講一下 什麼是青臉熱身 在當年 在搶救,你看這個熱身療養院的事情 至少要有十幾年 然後這幾年來 一直 一直換很多的心血 躺那個中學 我應該是不太看得到 我都看得到 不可能會離開了 那這 這其實是 無好無壞 一個運動 會因為一些 有沒有可能因為老幹新生這樣 還是老幹走了 新亞才崩化 還是新亞出來了,可是卻不知如何傳承 那尤其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戰略 那也不代表年輕人就沒有戰略 我想他們有更多的想法 所以又加上熱身 的確是遇到很大的麻煩 要蓋一個捷運 然後也不是阻擋捷運 那阻擋裡面一種 只要他刷夾位就好了 變更設計 然後把那個火車 或者那些 重要的廠房 改去其他地方就好了 也不影響捷運的運行 可是很困難 那這個困難點 其實台灣各地都一直 一直發生 不過很好的 是因為 因為這一案 讓大家重新理解 熱身 療療院這一個事情 也就是他背後 是麻煩病患 也就是 整個關切著人類 或者台灣醫療史上 很重要的 一個部分 所以 我想像我討論 不錯 我也是有 我們中正的年輕人加入了 好嗎 那就這樣一邊講 我想就先這樣好了 讓趙先生 神父從中正來還敢做 POWER POINT 我不知道現在神父 這個先進 我常做 你在這個 教會裡面也要用 用POWER POINT 就這樣 你這次有去投票嗎 不然你不知道 那個3月 6號 4號 5號 3月5號 就是我們教中方選出來 現在在選 現在在選 啊 你沒去投 這個 叫 全市縣當下 最夯的話題 就是 教中到底會選出誰 然後接下來 這個關切的宗教改革很重要 百年不知道神父可以說這個嗎 不然不可以 但是 神父他在 東時 以前聽說在嘉義 有一陣子在雲林 對 然後 很好玩 在雲林縣 以前在緩谷山水庫 然後搶救 八色鳥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一個神父 去拜攤位 叫大家愛護 然後那個 還沖咖啡免會給人家喝 我那時候就是有喝點 我吊了 欸 我們想說啊 嘉義的神父 就沒有像這樣啊 對鳥這麼有興趣啊 欸沒想到有一天啊 他跟我說 他搬來嘉義啊 吊來是嘉義的 很好運 然後現在在東時 啊他用的 很吊詭喔 等一下可以請他介紹一下 那個東時啊 他白天 禮拜天白天 很有空 你知道嗎 啊我也是 他這個神父也怪怪的 白天可以那麼閒這樣 啊原來 他們那個 那個 漁村喔 很多淘海人 白天都去忙 他這個教堂喔 不得不 那個 上 上教 也不叫顛倒 換一下時間而已 齁 所以 要進教堂 啊不是怎麼來 要白天 你知道嗎 我們很多文化活動 或環境活動 都在禮拜六 禮拜天 欸 難怪喔 他都可以常常去沖咖啡 原來是 他到了那一種 比較特殊的教堂 對不對 好不好 那這個 接下來我們就請 趙生父 又 預錄一下 如果 錠不夠燙都不可以留待 應該是可以了 好 我自己講的越長 我最後感越大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裡寫的是 本來是一番好戲 就是說 7.15到7.30 我熱場一下 是是 不然我們市政有什麼派去 所以都沒關係 因為 至少 我們在熱場的時候 還沒有什麼猜的問題 我們俊迦哥 公車還是公路局的時代 那時候很早很早的 是 民國64年到67年的時候 我在 那時候我們會經過熱場 因為是 在修道院 所以我們去那邊服務 那聽說今天晚上 有一個熱場的獎題 所以我就說 直到奮勇 來幫大家熱場一下 等於說 我熟悉的範圍就是說 世界文化裡面有關於毛蜂病 關於悍生病的部分 第一個是 聖經中對於悍生病患 聖經是人生命的三分 所以說 它有一個 刻板印象 就是 把所有的病症 當時把所有的病症 都刻板化成為文理 反而是說 因為你犯罪 所以你會有這個病 但是耶穌反對這個 所以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 耶穌黏緬病治療 我達父的 國姓剛才所說的 選教宗的問題 為什麼呢 在聖經聖堂 就是這個禮拜 要選教宗的那個聖堂 裡面有一幅 五公尺乘以四公尺的壁畫 畫的是什麼呢 是耶穌治好麻風病 耶穌治好悍生病 所以 要講聖經聖堂的話 我們從那個 就是這個地方 范緬崗 你看路上是小石頭 小石頭底下是中石頭 中石頭底下是大石頭 所以他挺臭臭的 尾拜 再來從上面看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 西斯丁聖堂 西斯丁聖堂 它的長方高就是 四十十三 高度是二十 二十公尺 大概是六層樓高 所以你看六層樓高 所以這幾天你們在電視上 看到的就是這個樣子 他準備選教宗 是今天的西輪片 你看到的部分就是在這個地方 耶穌治好麻風病 1234 這第四幅 那個Flesco 高度我已經講過了 這個高度就是說 六層樓高 ok 好 就是 再看一下 哇賽 這太複雜了啦 那個在台北有米太陽基督特展 1040米平方 他是十壁畫 ok 就是這樣子 我姓你的投影機不好 好久沒更新了 正面 是 那個 最後審判 左邊 是 沒事的故事 右邊 最後審判 是 123456 六格是耶穌的故事 那 耶穌治好 悍生病 麻風病 今天晚上的主題在第四格 第四格 所以我用 第四格 對不對 跑去看 第四格 那這一格是這樣子 右邊 我把它畫出來了 你看他皮膚的樣子 ok 耶穌治好嗎 很頂 哇賽 五公尺 四公尺 看到了 啊怎麼會一點一點的 那就是皮膚病啊 一旦也說 他是那個末梢神經的那個問題 那第二幅是一身海恩的那個多年聖像畫 那這一幅聖像畫 那個 謝哲卿在他的廣播裡面講了一個多小時 喔 稍微見過了嗎 立點在這裡 法國的東北部 一身海恩這個地方 那這一幅聖像畫 是這麼大一幅 全部疊起來 可以打開 就是這個樣子 第三格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聖像畫放在哪裡 放在哪裡呢 放在一個黑死病 麻風病的病院裡面 所以 這裡面的耶穌 有兩個主要的耶穌都是怎麼樣 就是這一個 這個耶穌跟這個耶穌都是麻風病 為什麼呢 因為 在信仰上面就是尋求與神認同 然後神明明我們 所以他把耶穌都畫成麻風病 看到沒有 麻風病的耶穌 這兩個 這是教會裡面 關於那個治療的聖人 看到 耶穌也是得麻風病 對 這是他麻風病院裡面的耶穌的畫像 這是第二幅 這樣沒有那個 那這一幅是 他的 關於耶穌聖誕的畫像 那關於耶穌聖誕的畫像的話 我們知道麻風病他的 因為皮膚的病痛 所以他常需要清洗他的傷口 那這一幅 耶穌 baby耶穌 就是 他綁的是什麼 是笨蛋 所以每一個麻風病的患者 黑死病的患者 看到這一幅 看到什麼 看到自己身上的笨蛋 你看有沒有 為什麼笨蛋 笨蛋 就是尋求跟神的認同 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就是麻風病 你們現在碰到的是抗爭的部分 那我當時碰到的就是跟病人的那種 特別交談的部分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子 他們的病床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放在麻風病病院 那個安養院的那個一幅聖像 就是這樣子 OK 藥 清洗的藥 OK 好 底下是什麼 這個麻風病的耶穌 你看到沒有 他的皮膚 他的皮膚 好最後 這是教會裡面兩位關於醫療的聖人 所以就是在都是身心靈的醫療 就這樣子 世界名化裡面 OK 另外一個跌倒 耶穌跟被污名化的汗生病患同在 這一幅就是他的複製品在台北展出 就是在那個歷史博物館 叫做撇搭 意大利文的撇搭的話就是 悲餅慈悲同行的意思 那這一幅是米哈朗基羅23歲的時候 雕刻的 他活了89歲 所以他一輩子雕刻的撇搭 一二三四 23歲這個不知道 這個是75歲 85歲的時候雕刻的 其中有兩個是未完成的作品 好看這一幅 他上面的艾滋麻風 還有用藥 還有彭信念 耶穌的最上台上面是這樣子 所以他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在這個世界上 麻風病同時接受了兩種不一樣的痛 第一個是身體上的痛 第二個是人家對我的眼光 對我的誤解 對我的污名化 所以在這個時候 耶穌跟這一些被污名化的痛苦的病患者同在 好看到右邊這一幅跟左邊這一幅 你看到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有沒有這樣的景象呢 右邊的鐵彈 你看到下一幅你會看到什麼東西呢 綠島的垂背背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 為他們被關在這個島上的小孩子而長夜哭泣 那所以 其實是什麼呢 這一幅畫的好處不是他的宗教的象徵 而是碰到每個人的心眼 那這一幅畫是現在的方濟各衛的神父所畫的 就是他要表達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對於所有的患生病的患者 對所有的用藥的人 對所有的同性戀 對所有的愛滋的患者 我在監獄裡面 我有一百個愛滋病的學生 我每個月要跟他們上三個小時的課 他們就是 第一個承擔著身體上的病痛 第二個被各位污名化 我們心裡可以顧就是痛 OK 我講完了 謝謝老師 謝謝